你也不想要求你 违背常理的行为 才能折射出人的本欲 所以不必自责 纵情享受这午夜吧 白吉和我有相似的气质 不是贵族的身份那么简单 支配的形式 可不值要锁链 小瑟拉其实还挺适合加入狂咽的 怕我管走他 呵呵 他可比我危险多了 靠血统来压制别人是弱小的体现 既然自称贵族 那至少也要拿出点贵族的品质和心性 不错的效率 那些管家要能有你一半的本事 也用不着天天被骂枯了 靠血统来压制别人是弱小的体现 靠血统来压制别人是弱小的体现 既然自称贵族 那至少也要拿出点贵族的品质和心性 靠血统来压制别人 谱从和藏品都不是越多越好 阿杰塔要是有我一半的品味 就该明白这道理才是 偶尔也想换换口味 半场传统的茶花会呢 你来想主题吧 没事的 没人敢不来的 所谓恐惧 也是种值得享受的刺激 无法理解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帮助 灵感 这个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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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